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 2023年会登陆的其中一款新车 这款新车就是 Proton 的 S94 之前有很多的网民已经看到了这款车在路上进行测试 而且是优驾版本 重点是它换上了这个 Infinity Wave 的这个水箱护罩 代表着它真的是 Proton 版本 那么这款车有什么特别呢? 诶呦 没有油? 要打油了 有什么一站推荐? 哎呀 去 BH Petrol 啦 BH Petrol 的 Infinity Run 95 跟 Run 97 可以有效的保护和清洁油嘴 降低油耗跟排泡 提升动力 减少对人体还有环境的危害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OK 首先呢 这款车其实传了很久 所以大家应该也知道这款车的详情了 这款车在中国其实是叫做这个超越 而且呢 据悉我国引进的版本呢 会是中国呢 一个 Facelift 的版本 也就是小改款的版本啦 所以外观设计上会跟一开始的这个跑越是有点不一样的 这款车是一款总大型的七人座 SUV 也是目前保腾的车款车系中呢 比较缺少的一款车型 这款车在中国的销售成绩还算OK 至于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因为我国市场确实比较缺少这样类型的车款 所以备受看好它可以有一定的成绩 就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 我们到这个中国就只发现了 这款车其实会登陆我国市场 它采用了极力全新的CV平台打造 这个CV平台呢 就是为了这种MPV车款 或者是大型的七人座车款开发的 极力好异的车层时马会比起目前Proton在贩售的S70还要大 轴距更是超过了2800mm 所以内部的空间表现会非常的出色 我们先来讲它的外观设计啊 它的外观设计部分 它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水箱护罩 同样的在头灯组部分呢 也是采用了全LED的光源设计 另外呢 因为这款则会支援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的关系 所以呢 它会拥有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等等的功能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外观设计部分确实是非常的方正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以一款大型的XUV来讲呢 这个设计其实还是很好看的 至于在车尾的部分呢 则是采用了一个比较方正的设计 它并不像一般的XUV会有个类Coupe的弧线 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让第三排的乘坐空间 有更好的头部表现 所以后面做大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在内部座椅配置的部分呢 其实它也比较偏向O系车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主要是因为它的第二排座椅呢 其实是每一个座椅都可以独立的调整 这样子的设计 一般上我们在以前O系的MPV才可以看得到 这样一来它的空间灵活 这样就会大大的提升 而且每一个座椅也支援独立的前后滑椅 也就是讲你想坐前面一点就可以 想坐后面一点就可以 都不会营销旁边的乘客 另外呢 你向前滑的话 也可以释放第三排的空间表现 而根据这个中国豪越的影片呢 我们可以看出这款车 其实它的第三排坐大人是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款车非常的适合作为一个家庭用车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也符合这几年很流行的 一个Car Camping 的设计理念 什么是Car Camping呢 就是说你开着这台车去露营 你可以把这个车子当成你的营地 你不需要自己Dubcam 因为这个后座呢 在第二跟第三排倒排之后呢 可以塞下一块地板 所以这样的空间表现 真的可以让你睡在车子里面 所以我相信呢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呢 这款车子应该会蛮符合你的要求 当然如果你是要载动机的话 完全倒兵之后这个空间表现同样的也是非常的出色 不管你是要载人载物还是去露营 它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OK 接下来呢 它的安全配备部分 应该也会跟X50一样 拥有最新的Level 2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包括带Stop&Go的ACC主动式定速巡航 包括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便离警示 还有车侧盲检正式系统 应该都是一应俱全的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作为家庭车的话 这样子的安全配备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你只想看呢 根据Proton的高层表示呢 在这个引擎部分呢 应该只会有这个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呢 它会分成这个TGDI版本跟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版本 TGDI版本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77PS 大概是174HP左右 峰值扭力表现255Nm 就是跟这个X50是一模一样的 可能你会担心说 这样子size的车子呢 它配这个1.5公升的引擎会不会不够力 实际上呢它的车重跟这个S70并没有相差太远 相差大概只有一个20公斤左右 所以如果你去开过这个S70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大概在哪里 所以我建议各位在下评段之前自己去施加一下啦 另外呢如果你是真的担心这个动力不够的话 那么它还提供了一个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所以大马力表现呢则是达到了190HP 峰值扭力表现300Nm 这样子的动力表现比起原本的这个1.8公升的TGDI眼睛呢 还要出色 当然两者匹配的都是这个七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我相信这样子的动力表现作为家庭车应该是足够了 但是实际的表现怎样 等我们试驾的就知道 其实这款车在2022年就要发布了 但是2022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例如讲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开战啊 然后例如说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封城 所以导致零片短缺等等等等的问题 导致这款车没有办法如愿在2022年发布 但是在2023年呢 它会成为Proton第一款发布的新车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因为根据消息指出 这款车最快会在3月 最迟会在4月发布 我相信在3月的可能性很高 因为在4月呢 会是我们的有足同胞的开载节 那么Proton自然会想在这个开载之前 卖出更多的车款 让这个有足同胞可以好好的过他们的家节 所以我个人相信 3月会是一个最可能的日资 不过目前一切的消息 我们都还是要等待这个Proton公布 可是根据目前在路上捕获到的跌照呢 它其实已经非常的完整了 已经准备得非常齐全了 那么相信量产很快就会开始 据说其实他们已经开始量产了 只是是不是真的 慢点就知道了 BRO 你的车我帮你拍完了 不过你的车要没有油了啦 我油不懂你平常搭什么油 所以就没有帮你打到 哎呀 我打油当然是打DH Petrol啦 它的Infinity RON95跟RON97呢 达到了EUROPE 4M的标准 而且它的汽油还蕴含三大元素 第一个 改良的摩擦改进剂 第二 增强行俯视抑制剂 第三 优秀的累积物清洁剂 可以降低摩擦 停止公油系统生锈和保持性戒 给你更好的引擎动力输出 而且它的添加剂 比标准更高一倍的800ppm 可以给引擎提供绝佳的保护 哦 怪不得你只打BH Petrol啦 因为有那么多好处的 那我也快点去打啦 当然 因为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嘛 至于在价格的部分呢 根据这个路边色的消息啦 它的售价会比这个Proton S70高一点点 就真的只是一点点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价钱 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因为毕竟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其实有这样子的车款是不多的 所以我相信 只要配到一个合理的价钱 加上它的空间使用性 还有满满的配备 消费者还是会买单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